宏德置业协会协同许多善心团体还有个人 今天来到花莲捐赠了300份的民生物资 给花莲市的弱势还有边缘户 花莲市长魏佳燕以及县议员魏佳贤都到场协助焚发物资 而市长也特别颁赠了感谢状来感谢大家的爱心 并希望有更多的企业还有社团 一起与花莲市公所帮助更多人 宏德置业协会是位在彰化县的公益团体 他们平常就有和物资银行合作 关怀在地弱势族群 同时也定期举办花东地区的慰问关怀行动 对 这些全新的也是厂商他们给我们的 我们去把它募回来给大家 有牛仔裤又小孩子的衣服都有 这些家长我们问他们 就说他们要多少都可以 就是发放物资关怀边缘户这样子 我们需求在每年每个月 我们在我们河美深港线西 五届集集就大概一个月有两百户 然后就加上我们这边花东这边 大概一年大概有五六千户在做 花莲市长威佳燕还有先元威佳贤也都到场协助物资发放 并感谢来自各界的善心益助 在这边要特别谢谢宏德 那也非常谢谢今天所有其他的一个单位 那包括除了我们的主办的宏德以外 还有我们爱华联基金会 威嘉显议员服务处 还有我们公所的同仁也协助帮忙 那更要谢谢里长找出我们的所有的边缘户 让我们边缘户在我们可能很多的一个限制上面 没有办法去帮忙到我们的边缘户 但是这次藉由宏德的这个物资发放能够帮忙到他们 那在此还是要跟所有的单位说一声谢谢 那也要谢谢今天前来的我们所有的孩子们 学生们也帮忙装物资 那真的很感谢我们所有的孩子们 那也希望说未来如果有各个 不管是公司、航号或者是团体、社团等等 都有要做这样有意义的事情 那都可以跟我们花莲市公所这边做一个接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宏德置业协会 那在全国各地有非常多的物资送到花莲来 那我们爱花莲基金会也跟宏德来做相关的合作 那今天也要特别感谢魏家院市长 在事工所的场地还有一些资源的部分 能够顺利的把这样子的一个爱心物资 顺利来做相关的发放 那今天基金会这边很多的志工也出动了 然后也帮一些长辈来领取相关的物资 那我们真的非常谢谢有这么多关心花莲的好朋友 能够来给花莲很多的物资 让这些边缘户今天特别挑出来都是里长 特别选出来的边缘户 让这些边缘户能够感到不一样的一个关怀跟关心 这次捐赠活动是由宏德事业协会主办 号召许多各地的社团、公庙、企业共同热心赞助 各式各样食品、米粮、甚至于是全新的衣服和袜子 一大麻袋都装不完 让前来领取的弱势边缘户感受到社会满满的爱与关怀 介续会欢迎视报道